有些是一棵,釣一個月,它還釣不完,要有興趣啦 沒有興趣啦 誒,我真的遇到蛇了在那邊 真的,我遇到你 HELLO 大家好,歡迎再次回到奔爭日常,我是Gosser 最近是什麼季節,想必大家應該都知道,那就是榴槤季節 現在到處都是榴槤,你路邊隨便看價錢從10塊到5塊的都有 想必大家平時都是在吃,還有買榴槤比較多 可是,你有沒有撿過榴槤嗎? 我也沒有 所以呢,今天我就請了一個大早 就是要特地去撿榴槤,跟一位老闆 事務一致,我們現在就出發 HELLO,現在是早上四點飯 它每一棵的榴槤樹的品種不一樣啦 因為我們這種不是架枝的,所以都是土種的 它就會比較小粒 所以是可是比較小粒的品種咯 榴槤多數是在幾點到幾點時候釣? 哦,這個是凌晨1點到3點 這個時間它的榴槤會比較 釣的會比較多咯 早上10點那個榴槤就會停咯 榴槤釣它也是要休息的嘛 下午的5點那個榴槤就會開始在釣 然後5點他們開始釣釣釣釣到大概是8、9點這樣咯 這邊的話是Uncle自己一個人在撿嗎? 沒有沒有沒有,我的朋友他在後面 他在後面撿,他不知道跑到哪裏去咯 通常這個榴槤季節會維持幾久咯? 哦,他只要說樹的品種它不一樣 有些兩個禮拜一棵樹就完了 有些是一棵釣一個月 它還釣不完 這棵就是說它釣下來嗎? 它打到它這裡 所以它這個是不可以賣的 這種是不可以賣的 它是不會熟的 所以這種就是釣掉了咯 所以我們放這它也不會熟的 它會熟 不過你去到商家 他們一看他們就會知道說 你這種我們朝作話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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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민주已經...you常常會... 哇哇哇哇哇 這種這種聲音啦 不過你也是要有興趣啦 你没有进去啊 早上这样早起来捡榴莲 然后又推出这样重的车 再不平了路走 这样更容易 这样不会说很难了 等一下你看我的朋友啊 他来 他到 你看他 他是用那个篮子背 背着 那种是以前他 他们这个地形啊 他们很难走 所以他们一定要用背 用AAM背的 这种很容易有咯 哦 所以然后他们 要更容易他们就 驾摩托进来 进来了咯 我在另外一边呢 我就不用摩托 我用脚车 脚车 Motain bike呢 它就比较适合跑这个咯 对对对 假如你路bike就不可以了咯 哦对 所以你用Motain bike 然后后面装一个篮子 诶为什么会有这个网啊 啊这个网是靠枪咯 这个网就是很简单的嘛 比如说那个榴莲它这样一掉上来啊 一掉下来不是跳上来 所以它就接住 它就接住了它不会受伤嘛 哦是因为这个很高啊 它比较高咯 这个啊 这高是高啦 还是说 不算高啦 假如说 那边有一棵百年老树呢 它就相当高 啊比这个我看还有大多 一倍出来啊 哇 百年了 真的是一百多年的了 这种很平常的啊 这种 就是被动物咬的 动物咬的 松鼠咬的呢 十可 是有九可都是好肉的 除非那边只有一可而已 哈哈 它没有的选择 哈哈哈 要说有的选择的哈 它有的哈 肯定是好肉 一定是好肉了 我可以讲百分之百啊 啊 不是说每一粒的榴莲参 它掉下来的时候都是好好的 不是这样的 啊这一些就是 因为我们没有打农药的问题吧 没有农药的 会比较辛苦一点 因为其实我们这样 这样大可 他们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打农药的 可以太高了 因为太高了 我们是打不到的 一开花了 昆虫就来了 你要等到 那个榴莲掉 你掉下来了 山猪来了 没有啊 榴莲还没有掉松鼠 要熟了松鼠 它就来了来了 榴莲一掉了 山猪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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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太慢来世 有时候贼 来了来了来了 来了 所以我相信这个 呃 经过这个榴莲树的人呢 猿主呢 他们都会明白说 一定是这个道理的 哈 就是一颗榴莲 一粒榴莲它掉下来的时候 它不是这样简单的 才轮到我们的手 好 各位各位 能一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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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可以 能一轨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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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多一次 今天的榴莲房子会比较清洁一点 前三天了就下大雨了 那个榴莲都弄到 那个泥啊 那个泥都弄到黑黑了 所以今天的榴莲就算是会清洁的 你不要拿到蛇 我真的遇到蛇了在那边 真的 还踏到是吧 不要啦没有踏到 就是前面两步而已 满了就退回去 满了就退回去 满就退回去 OK 练剧嘛这个 太man了 下一期可以拍摄一个你给榴莲炸的一个 不要玩不要玩 翻当翻当 观众记得要求 阿滴下一期被 射下一期被榴莲炸 不要玩不要玩不要玩 糟了 不要玩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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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泥土啊,叶子啊,草啊,把它掃掉就可以了 有时候是,它还有伤口啊,我们扫了,看得到没有伤口就OK了 有的有烈的啊,我们扫了就看得到,没有扫,看不到 还会丢一下,丢一下的 对啊 明天他买,要可以买啊,他先扒一次我去买 好笑 下一个就是你的身材机 所以就是说,大家都不要靠我们觉得说甘萌榴莲卖的很好赚 因为说我们有大致上分成三个阶段,就是说有我们果农,还有批发商,跟外面有摊子咯 所以外面摊子卖十多块,有时候甚至十块不到,可能的 所以说,在这样子的阶段,会分成三个利润来算,你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利润有多包 然后我们可能就是每个晚上都要在这种混沌里面,守这些榴莲 不然会被顺手和人吃手群羊啦,所以都没有很好做啦 所以都没有很好做啦 然后甘萌榴莲也可能只有一部分,是要被丢掉啦 因为会有烈的情况啊,生虫啊,或者是可能不熟啊,都有 然后,结果啊,多少啊,这个是也不一定会生很多的 也不一定会生很多的 他好像说,看乙劲多你就,他结果不多咯 所以其实是没有这样简单的,就是这样咯 所以我们是真的是很辛苦的,是吧 所以就是说,一口榴莲它的过程,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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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说,没有这样简单 就是这样简单的自己计划啦 所以希望呢,大家能够支持我们范增的所有果农 所以也知道我们果农的辛苦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咯 就是这样 OK,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多多关注我们 和我们一起走入混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